大家好 感谢我是在地里林泉里 伤害最严重的林泉里 T3从T2到T10都是在我林泉里 地质崩落最严重的也是我林泉里 龙凤谷游客中心也是我林泉里 那现在我有一个疑问就是 一个小时2400人次 如果像昨天那种风速停死的情况下 我们三下站那些来的上千的居民 上千的游客怎么处理 这个机制不知道有没有评估进去 第二个 这个缆车是为了解决养德道道的塞车问题 那有没有评估这缆车坐下来以后 帮助他们有多少 不能把养德道道的问题没解决 就会产生北投第二个问题 这个是不行的 然后林泉大楼 他说他的缆神离林泉大楼有10公尺 可是车厢挂下来以后 大概的位置在哪里 我们大概住几楼的住户会可以被车厢里面的人看到 我们需要模拟图需要3D图谢谢 还有第四个行政责任 这是我要陈述的哈 我念给各位听台北市政府创京市世界纪录 将北投缆车盖在人口密度高 道路又狭小的区域 不尊重在地居民的反对 日后因缆车盖刑所造成的灾难时 要求北市府的行政人员及同意新建的审查委员 勋居负起行政责任或司法 不能因离开职位就无责任可言 那百姓的保障何在 希望审查会不是被市政府与财团利用的一个旗子 一起牺牲北投多数居民的安全 北投的发展很快 现在房价每平50到70万的建案很多 一般百姓买不起 光明路的店面洞嘎十几万 北投公园周遭的店面生意顶利费 如统一超商 麦当劳 肯德基 星巴克 米哥饭店 还有小吃店 他们的生意这几年来非常好 温泉业者生意不好 不是因为没缆车的关系 是因为季节的关系 夏天本来人家就不泡汤嘛 现在他们业者生意好得很 求我帮他找人才 找洗碗工 这是事实哦 然后他们应该是要检讨夏季的经营方式 那至于北投其他区块 发展观光 他们会去消费吗 我们的市场二楼的生鲜鱼肉 他们会去买吗 只怕会造成交通大堵塞 人民的噩梦 今天新北市就要做一个快速道路 攻占我们大业路 承德路七段大渡路 我们外面被新北市攻占 我们里面被观光客攻占 请问我们大业路光明路交通不顺畅的时候 中和街的居民需要救护车 需要消防车 怎么去怎么怎么抢救这个金黄金时间 光明路要救灾的时候 怎么抢救这个黄金时间 请来支持的里长 你们要好好深思 要对得起你们的里民 石台那边的区块离这里太远了 所以我请他们保留中立的立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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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